很有愛心啊 然後就很有才華 或是她 她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那我可能會選擇跟她採集 不然我就不會 王力宏前妻李靖蕾 拆穿了優質偶像的假面具後 被銀社跟王力宏 婚內出軌約炮的 歹兔妹妹Yumi 19號晚上 公開澄清七大重點 李小姐在回覆王力宏爸爸的長文中透露 他們婚姻的危機 從19年小巨蛋演唱會後開始 而我在19年時 甚至沒有王力宏先生的微信 因此在此之前 我和王力宏先生 早已互相微信好友了 我和王力宏先生在2012年交往 雖然時隔久遠 但刻骨銘心 當時我和王力宏先生 我20歲 對待感情很珍視 也很嘴硬要強 工作原因 交往期間 我們經常被迫異地 我們分享親密照片 20歲的我為了愛 什麼都願意付出 我珍惜曾經一起度過的時光 有幸福 有爭吵 有普通情侶有的一切 甜言蜜語和撕心裂肺 而在我的認知中 李小姐是她2013年10月份 才開始正式交往約會的對象 如果我要蹭 那我應該在2013年11月27號 王先生公布婚訓時 公布曾經的戀情 如果我要靠男人 那我應該在我事業最巔峰 或最低谷的時候 選擇結婚生子 全世界都在說 合照是我2015年 介入王先生婚姻的鐵證 但照片明明拍攝於2013年5月 之所以將2013年的舊照 在2015年突然PO出 是因為我當時與男友爭吵 一時腦熱幼稚的想要棄她 15歲時爸爸去世 她的叮嘱我從未忘記過 她要我和姐姐記得天道酬勤 永遠刻苦努力 她更要求我們記得 做人要問心無愧 不能被人說作 由爸爸生卻沒有爸爸教養 哪怕全世界都因為我看男友的眼光太差 又不會辯解 而認為我是一個不自重的女人 我也能問心無愧地說一句 從未 我所做的一切 需要本人到場簽字按手印 提供的那些證據 也全部針對的是 網路上幾位網友而已造謠 我與好萊塢朋友的關係 為他人生子的不實傳聞 我和我姐姐感情不合 以及亂帶節奏說 我就是小三的營銷號行為 再一次強調 我從未介入王力宏先生 和李靖淚小姐的婚姻 我20歲戀愛 不知天高地厚 膽大包天的某些照片 很有可能被李小姐掌握 但我還是來了 因為我從沒站在李小姐的對立面 我知道被冤枉的滋味 李小姐經歷的一切是否屬實 我不曾全部了解 因此無從批判 他還附了幾張 過去與王力宏的對話截圖 以此為證 一對情侶如果在遇到事情的時候 只會推卸責任給另一半的時候 那我覺得沒有必要在一起 威樂動新聞報導